我覺得韓國才嚴重了耶 怎麼了 因為像我之前去韓國的時候 就有被攻擊耶 就我走在路上 然後就有女學生 不知道哪裡看我不睡 你就走過來 然後就罵我髒話 然後還用手這樣戳我推我 然後我就... 她用手戳妳 她是不是聽到妳講話 有可能... 不是 她用手戳妳要這樣 要這樣 為什麼啊 不是 她是這樣子 這樣推耶 不是啦 對 就挑釁 就很挑釁 然後我覺得去那個菜市場更精采 根本就是那個競技場 那她推妳妳有回她嗎 那時候我弟在我旁邊 然後他就拉著我跑 就很酥啦 那我覺得菜市場最精采 因為你去菜市場 就可以看到很多那個阿嬤 他們就會拿那種菜啊 就如果他不喜歡妳 就可能他就會叫妳走 就拿菜這樣嚕你 對 然後如果他們旁邊的攤貌 他們是敵對的 他們會拿水這樣潑旁邊 就是非常兇 而且他們是真的會打老公的那種 就可能很常 我去菜市場的時候 就會看到他們就會這樣 扒老公的頭 然後打手臂啊 都是連環打的 所以他們是用蔬菜這樣把妳趕走 就很沒禮貌的方式嗎 對 如果想說他用蔬菜妳這樣 妳媽媽真的 終於知道妳那麼幼稚的飯堆 當然啦 她生我的 妳媽媽應該很想把妳帶走 韓國啦 阿豬馬為什麼都那麼瘦 其實我覺得韓國的那個阿豬馬是 在韓國 食物鏈最上面的 哈哈哈哈 你真的聽得懂嗎 是 食物鏈 食物鏈 就是恐龍的意思 是是是 所以說 我也不敢跟他們 蟑螂螞 看到阿豬馬都會繞到就對了 是是是 所以我也不敢跟他們吵架 我也很可怕 他們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妳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 先讓我看見你 還有 先讓我看見你 那麼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